監視器畫面中清楚拍下 女子剛剛走進社區大樓 身穿白色T恤的男子 趁著門還沒關 立刻一個箭步推門跟進去 女大聲發現遭人尾隨 嚇到奪門而出 你看她不要一直走嘛 然後突然間跟進來 19歲的女大聲被人尾隨 進入永和區黃河西路的住處 驚慌失措 立刻打電話叫媽媽趕快過來 好可怕 白衣男站在門邊 眼睜睜看著女大聲奪門而出 之後她開始東張西望 一下走過來一下走過去 似乎想要上樓 但因為沒有大樓失控 不能搭電梯 男子立刻又衝到門邊 想要推開門 卻發現自己被反鎖在內 不知道要怎麼辦 男子左顧右盼 好像在想辦法 停留了大概三分鐘 最後終於從停車場入口 翻牆逃離社區 白衣男跟著女大聲進入社區 卻沒有阻止他奪門而出 警方研判男子可能是想借機闖空門進大樓行竊 但他的詭異行為不但嚇壞女大聲 也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警方積極追查要找出這一名可疑跟蹤男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